华联市民权一街一号天主堂旁的海滨路挡土坡墙面 因为上坡树木不断向外生长 导致边坡墙面多处出现裂缝 恐怕有安全的疑虑 华联县议员魏佳贤、陈美莲以及简志龙 接获民众澄清组成专案小组 目前协同华联县府、华联市公所等相关的科室人员前往勘察 希望未来能够争取经费做修缮 还给民众新的安全 华联市民权一街一号天主堂旁海滨路的挡土坡 因上坡树木不断向外生长 导致边坡墙面多处出现裂缝 破坏挡土结构 恐有安全疑虑 华联县议员魏佳贤、陈美莲、简志龙 接到民众澄清后组成专案小组 日前协同华联县府独木科、华联市公所建设客等相关人员前往现场勘察 来看以后续怎么来协助他们这个边坡上的一些安全上的一些设施 要怎么做 让行路人跟教会会在这里的生活 或者是他们这边的居住的环境都能够很安全 我跟陈美莲议员都是天主教徒 基本上都会为天主教堂会做很多的一些事工 基本上可能就是在第一期 可能务必要先做一些 会提到一些的财产身边安全的一些事情 可能要先做好 那第二个 那我想说这个整个 它必须要做到第二期的工程的话 那如果有我们一些议员需要能够可以帮得上的地方的话 我觉得花蓮县政府也应该不要客气 那我们也愿意来帮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些边坡上面 有树枝树根露出来造成边坡的一个毁损 那我们很担心这边坡毁损的状况 会无法支撑未来有大雨或者是有地震的一个状况 造成边坡滑落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了花蓮县政府 还有花蓮市工所 还有各个相关单位一起来及时广益 那我们也达成了相关的共识 先赶快来做相关的检疫修复 未来也要请教会这边 天主教堂这里来做相关的合作 也把边坡上面的一些树种 来把它移植或移植 那也期盼经过检疫处理之后 能够暂时的做好相关的安全 那未来来做更进一步的经费争取 让它做大幅度的翻修 现场最宽裂缝超过15公分 长度也有十多公尺 县府图木科人员表示 时间久了树木根部盘根错节 边坡结构脆弱地方就会产生裂缝 因此胜水对党土坡稳定 就会造成威胁 三位议员表示 希望透过勘查和解决方案的提出 确保民众旅客及较有的人生财产安全 魏嘉賢表示 将密切关注党土坡的后续建设和维护工作 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记得长邦雁华女士报导